年关将近很多中小型公司航号 在春节期间会围请会计人员到银行提领现金 要发放年终奖金 或者是民众会想要领现金放在身上 准备发压岁钱 这个时候如果落单的话 会容易成为歹徒觊觎及下属目标 因此特别提醒民众 如果需要运用大量现金的话 要能够用转账方式来处理 或者是由亲友同事陪同领款相互照应 也可以向当地派出所申请警力来护潮 年关将近十多中小型公司航号 将在春节期间为请会计人员到银行提领款 欲为发放年终奖金 或者是为民众提领现金准备压岁钱之用 即使金额不多 但是落单之后容易成为歹徒 至于以下属目标 也呼吁民众如果运用大量现金 请尽量使用转账方式处理 或者是由亲友同事陪同提领 以便相互照应 也可以随时向当地派出所申请警力护潮 预测安全 本分局有提供金融机构 还有民众提领现金的护潮服务 那如果说民众有需要的话 可以联络本分局开索 指派严谨前往来协助 那最后提醒民众 钱不漏白 危险不来 预理本局也强调 警力有限 名利无限 金融机构房产不能光靠警方 业主应该要落实员工分工分职责 遇到刑抢案件应该尽量拖延时间 分组报警 记住歹途特征 车号逃逸路线等等 以增加线索 阻嚇不法分子 强化防范犯罪的环境 做好各项安全防护的措施 以达到金融机构警方与民众三赢的目标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